全唐诗卷27462 兰西兆歌 代书轮 凉月如梅挂柳弯 月中山色静中看 兰西三日桃花雨 半夜鲤鱼来上滩 全唐诗卷27462 兰西兆歌 代书轮 凉月如梅挂柳弯 月中山色静中看 兰西三日桃花雨 半夜鲤鱼来上滩 一弯峨梅月挂在柳弯的上空 月光清朗 凉爽宜人 月中山色倒映在水平如尽的西面上 煞是好看 嬉戏哩哩哩的春雨下了三天 溪水猛涨 鱼群争夺薪水 夜半人静之时纷纷涌上溪头浅滩 戴书轮于唐德宗建中元年 五月至次年春曾认东阳令 兰西在东阳附近 这首诗大约是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 梁月如梅挂柳弯 月中山色静中看 戴书轮唐代诗人自幼宫 一座赐宫 金潭人 曾任辅州赐史 荣管经略史 其诗多表现隐意生活和贤士情调 袁有集以三意 名人集有戴书轮集 全堂诗 陆其诗二卷 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 不受隐意思想影响严重 早年诗诗消隐士 以文学著名晚年上书归隐山林为道士 其诗做多表现隐居贤士的生活和山林舒适的情调 岳府树民间疾苦 七诀 清涓深晚